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而 围绕这块石头的却是一个个形形色色的小人物 他们的贪婪 愚蠢和无奈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幅生动的社会百态图 就像我们生活中常常遇到的那些奇葩事件 电影中的角色们也在不断地上演着笑中带泪的戏码 其中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角色是那位聪明的小偷 他的计划总是看似完美 但总是被意想不到的情况打乱 就像我们在生活中常常计划周全 却总是被突如其来的意外搞得手忙脚腕 这个角色不仅让人捧腹大笑 也让我们反思 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 是否也会因为过于自信而跌入陷阱 电影中的黑色幽默更是让人拍案叫绝 比如 角色们为了争夺那块石头 几乎不择手段 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道德底线 这种荒诞的行为让人忍俊不禁 但同时也让人感到一丝心酸 我们常常在生活中看到类似的现象 为了利益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道德 似乎变得不再重要 当然 电影的结尾也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 尽管角色们经历了种种波折 最终却发现 真正的财富并不是那块石头 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信任 这就像我们在生活中追求的目标 往往在追逐的过程中 忽略了身边最珍贵的东西 总的来说 疯狂的石头不仅是一部让人捧腹的喜剧 更是一部充满哲理的黑色幽默作品 它用幽默的方式揭示了社会的种种荒诞 让我们在笑声中反思生活的真谛 就像电影中的角色一样 我们也许在追逐梦想的路上会跌倒 但只要我们能从中吸取教训 最终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石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宁浩 从小成本电影到票房黑马 逆袭之路 宁浩 这位中国电影导演 真可谓是逆袭之路的典范 他的故事就像一部跌宕起伏的电影 充满了戏剧性和幽默感 首先 宁浩的起点并不高 他的早期作品 《疯狂的石头》 是以小成本制作的 预算甚至连一部好莱坞大片的零头都不够 然而 这部电影却在2006年上映后 意外地成为了票房黑马 收获了超过4000万的票房 可以说 宁浩用一块石头 砸出了一个大市场 真是石头剪刀部中的石头 赢了剪刀和布 宁浩的成功并不是偶然 他善于观察生活 擅长将频繁的故事 用幽默的方式呈现出来 他的电影 总是充满了对社会现象的独特解读 和对人性的深刻思考 比如在《疯狂的赛车》中 他通过一场疯狂的赛车比赛 展现了人们在追逐梦想过程中的 种种荒诞与无奈 可以说 宁浩的电影就像是一面镜子 照出了我们生活中的种种疯狂 当然 宁浩的逆袭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 他在拍摄《新花录放》时 面对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甚至一度怀疑自己的能力 但他没有放弃 而是选择了继续坚持 最终这部电影也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 宁浩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 在追梦的路上 跌倒了不要紧 重要的是要学会爬起来 继续向前 总的来说 宁浩的故事 不仅仅是一个导演的逆袭之路 更是一个关于坚持 幽默和对生活热爱的故事 他用自己的作品告诉我们 生活中即使有再多的困难和挑战 只要我们保持乐观的态度 勇敢面对 就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逆袭之路 所以 下次再看他的电影时 不妨带着一颗轻松的心 去感受那份幽默与智慧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经典角色 小偷与保安的斗智斗勇 笑料不断 在经典的故事中 小偷与保安的斗智斗勇 总是充满了戏剧性和幽默感 想象一下 一个小偷在夜深人静的博物馆里 亲手亲脚地潜入 心中想着今晚我一定能大捞一笔 而与此同时 保安则在监控室里 喝着咖啡 眼皮打架 心里想着真希望今晚能早点下班 小偷的计划 总是精心策划的 他可能会用各种高科技工具 比如激光切割机 夜视仪 甚至是无人机 来帮助他完成伟大的盗窃 而保安呢 他可能只带着一根手电筒 和一份如何成为优秀保安的手册 里面的内容 大概是如果看到可疑的人 记得打电话给警察 有一次 我听说一个小偷 在博物馆里偷了一幅名画 结果在逃跑时不小心 出发了警报 保安们立刻冲了出来 结果小偷慌忙中把话扔了出去 话正好落在了保安的头上 保安一脸猛逼 心想 这是什么新型的防盗措施吗 小偷则在一旁捧腹大笑 心里想着 看来我得换个职业 搞笑演员也不错 在另一个故事中 小偷为了不被发现 决定伪装成保安 结果在巡逻时 被真正的保安认出来了 保安一脸疑惑地问 你是谁 小偷慌忙回答 我是新来的 刚刚上岗 保安看了看他的制服 皱了皱眉头 你这身衣服是从哪里来的 我怎么没见过 小偷心里一紧 想了个办法 哦 我是从洗衣房拿来的 今天是特别的清洗日 保安听了 忍不住笑了 你这理由也太牵强了吧 小偷与保安的斗智斗勇 往往不仅仅是智力的较量 更是幽默的碰撞 每一次的失败和成功 都是一场精彩的表演 正如生活中的许多事情 虽然我们可能会面临各种挑战 但只要保持幽默感 就能在困境中找到乐趣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 小偷与保安的故事时 不妨想象一下 他们背后的搞笑情节 或许会让你在笑声中 领悟到生活的智慧 毕竟 谁说斗智斗勇 就不能带点幽默呢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非常高兴 能和大家一起 深入探讨一部经典的 黑色幽默电影 《疯狂的石头》 这部影片 不仅让我们捧腹大笑 更让我们在笑声中 反思生活的种种荒诞与无奈 今天的讨论 将围绕影片的情节设定 角色分析 以及导演宁浩的 逆袭之路展开 让我们一起欢声笑语之鱼 发现一些深刻的生活哲理 在这部电影中 围绕着一块 价值连城的翡翠石 角色们的贪婪 与无奈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幅 充满生动社会百态的画面 这些角色 就像我们生活中 那些奇葩事件的缩影 展现了追求利益时的 种种荒诞 特别是那位聪明的小偷 他的计划总是被意外打乱 这不仅让我们蓬富 也引发了对自信与陷阱的思考 导演命号的成功之路 就如同电影中的情节一样 跌宕起伏 他从小成本电影起步 却凭借疯狂的石头一举成名 显示了他对社会现象的独特解读 和对人性的深刻思考 命号用幽默的方式 告诉我们面对困难时 坚守乐观与勇气的重要性 最后 影片中小偷与保安的斗智斗勇 更是令人蓬富 每一次的失败与成功 都是一场精彩的表演 生活中的挑战 往往伴随着幽默 保持幽默感 可以让我们在困境中找到乐趣 总的来说 疯狂的石头 不仅是一部喜剧 更是一面映射现实的镜子 教会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 不要忘记身边最珍贵的东西 各位观众 你们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在生活中 有没有遇到类似的疯狂事件呢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的故事和想法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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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